在全有粉丝们焦急等待全力的游戏第八季 同时也是最后一季的日子 关于第八季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大新闻 惊人惊喜的是 本周许多开篇场景透露出来 美国娱乐周刊EW6也发布了第八季的首张官方海报 封面故事也透露了一些最终极的剧情信息 托蒙德和詹德利顺利逃离被夜王攻破的东海望 最后顺利逃到临东城 复活之后的冰龙卫塞利昂和异鬼将守夜人屠杀殆尽 闪电大王独自留下来和异鬼抗衡 爱迪最终战死 大火吞噬的黑城堡 戴夫斯等一行人抵达临东城 戴夫斯发现此刻的临东城比之前他们离开是更加寒冷 雪诺和爱里亚在时隔多年后终于相见 龙母见到了山沙 山沙询问龙母是否和雪诺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 龙母没有回答 山沙对雪诺带回龙母的行为感到不满意 雪诺看出了山沙的心思 并与她进行了沟通 效果好些一般 山沙将已经把小指头处死的消息告诉了雪诺 并且说明小指头自始至终都不怀好意 雪诺在等待瑟西的援军 但山沙劝说雪诺和瑟西合作是与狼共舞非常愚蠢 猎狗和爱丽亚对话 爱丽亚说她从来没有后悔把猎狗一个人丢下等死 猎狗也心知肚明 知道爱丽亚当初就应该一刀解决自己 尤其是猎狗在火焰中看到一鬼大军想南进军的那一刻 猎狗带主黄金团到军林 和黄金团长一同会见了瑟西 瑟西命令雇佣兵和猎狼去攻打封锡堡 并集结军队在封锡堡待命 瑟西始终相信劳伯拜拉歇恩之前和她说的 封锡堡已经屹立千年而不倒 并能在漫长寒夜里抵抗一鬼大军 黄金军团很快便攻下了封锡堡 在即将来临的黎明之战中 依靠封锡堡保护自己 幽伦和瑟西发生了关系 幽伦不要脸地告诉瑟西 这一夜之后瑟西就会忘了詹姆 瑟西一脸不悦 本来瑟西对幽伦就不感冒 这次更加反感 四日 幽伦用舰队运送黄金军团攻打封锡堡 归来之后 幽伦想要瑟西加冕自己为王 幽伦大笑 并笑住说有人会帮雅拉除掉瑟西 龙母 雪诺 小恶魔 山沙一众人在临东城的大厅里 包括北境的领主们 以及古地的小君主 罗伊斯爵士 而山姆和雪诺也要重拒了 一个热切的拥抱之后 山姆高兴地说 她终于赶在大战前夕回来了 北境的领主们反对龙母作为他们的女王 尽管龙母用各种方式劝说 莱安娜莫尔蒙直接了当地和龙母说 她永远不认女王陛下 雪诺强调 现在工作的中心是对付异鬼 不是争论谁做老大 众人对如何抵御夜王以及异鬼大军进行了讨论 雪诺建议用英朝做诱饵 众人一致同意后就结束会议 龙母则抱怨北境的领主们 统统目光短浅 习恩到神木林悼念劳伯时遇到布兰 并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 布兰劝说她不需要愧疚 布兰告诉习恩 早在救下山沙的时候 已经对自己进行了救赎 布兰还告诉习恩 他知道习恩在小剥皮手里受尽了折磨 习恩对此感到不解 问布兰是如何知道的 布兰沉默不语 爱丽亚和布雷尼再次比武 雪诺对爱丽亚的进步感到惊奇 爱丽亚对雪诺说 她始终没忘记雪诺说过的话 就是用尖的那头去刺敌人 雪诺问爱丽亚为何没去参加大厅的会议 她回答山沙更适合处理政治上的事物 红袍女巫 梅丽山卓回到了瓦兰提斯的红庙 她受到凯瓦拉的接见 梅丽山卓告诉凯瓦拉 她将兵与火炬在一起的任务完成了 她现在辅佐的是北境之王 预言中的王子雪诺 并在雪诺被奸人所杀之后将其复活 凯瓦拉夸奖梅丽山卓 说她很好地完成了光之王交给她的任务 也同时让梅丽山卓对之前她犯下的错进行赎罪 因此凯瓦拉告诉梅丽山卓 光之王需要她再次回到北境 梅丽山卓说 她已经答应雪诺不再会北境了 海瓦拉一围深长地笑了笑 说如果再回去 她将会有更大的收获 詹姆在客栈里遇到波龙 詹姆问波龙为什么愿意一直追随自己 龙回答说 自己已经一无所有并且已经决定北上作战 詹姆对波龙的回答感到高兴 也高兴自己有个伴 之后波龙问詹姆为何抛弃 自己爱的人色西石 詹姆沉默不语 波龙问詹姆日后的打算 詹姆说准备带助助手在奔流城的兰尼斯特去北方 波龙不解为何詹姆会愿意将自己攻下的城池 甚至舍弃不要 詹姆说那没有什么意义 如果有人想要 就拿去吧 托蒙德和詹德利顺利抵达林东城 詹姆问詹姆为何布兰不参加大厅的会议 甚至都不见詹姆 詹姆说布兰回来时候变了很多 早已经不是以前的布兰了 而是自称自己是三眼乌鸦 因此希望不要抱住能和布兰畅谈的希望 詹姆告诉雪诺她和布兰有事要说 这时布兰才第一次在神木林见到雪诺 不过当时她正在通过绿之视野 看过去发生的事情 雪诺提到自己在长城之外遇到过一个狼鸣 山姆则说布兰不只是一个狼鸣 她还是绿先知 随后两人告诉了雪诺的身世 尽管雪诺表示很怀疑 布兰告诉雪诺 她通晓雪诺的一切事情 通过绿之视野看到过雪诺在长城之外被自由民围攻 还看到雪诺在尖南屯和异轨作战 还看到过雪诺是如何被守夜人杀死 山姆告诉雪诺 雪诺才是铁王座的真正继承人 而雪诺的真正名字是伊耿塔格利安 至于内容会不会临时被更改 这也是个未知数 如果没被更改 那么以上的场景剧情都会发生 不过雪诺 outside 封面子诏合